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言谈股市 OK,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间公司叫做Home Depot 这间市已经成立了43年的公司 昨天它的股价涨了一个5.78% 然后盘后也继续会涨了一个0.06% 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因为它昨天它发布了这个最新的这个业绩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业绩有没有符合预期 昨天它的业绩出来 它的这个forecast就是普遍市场上认为 它可以赚到34.83 billion的sales 它是赚多过于预期的36.82 earning per share 3.11市场认为 然后它赚到3.92 earning per share 所以这间公司基本上是有赚钱的公司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财务情况 OK,这个是昨天刚刚发出的这个业绩 然后主要它的CEO有说 因为它的这个季度的表现很好 然后所以就有今天的这个业绩 它主要是做什么生意的 这个Home Deport 它是做Home Improvement的 就是加装就装修家里啊 这个是在全码可以算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零售商 所有关系到家里的Improvement的加装的东西它都有做 OK,我们看一下它的Sales 它的Sales跟去年同期的话是增长一个9.8% 然后9个月的话是增长一个15.6% 然后它的Gross Profit也是有增长 增长一个9.7% OK,看一下它的这个Operating Income Operating Income也是有增长 增长一个19.4% 最后Net Earning呢 就增长一个20.3% 所以就早导致它的Earning Perche也增长 所以它的Earning Perche也增长了一个23% 公司给你们看一下 它是卖很多一些就是关系到家里的不同 从电机到flooring到地板到loan啊,在gardening啊等等 所以基本上它卖很多 然后它有给很多DIY的一些idea 就是叫他们录制一些视频 教用户如何用它的这些零件来装修家里 所以因为美国人很喜欢DIY嘛 然后它也有一些budget 就是它叫他们怎样去算 他们装修要用到到钱的 然后最后它也是有一些installation的service 就是如果不想自己安装 他们也是有配合他们当地的这些contractor 帮他们装修他们的家 所以基本上这是一间这样子的公司 我们看一下它五年的增长 五年增长它的sales是8.34% 然后Earning Perche这五年都有增长 16.94% 它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在美国呢 是这个Lovie Company 明天到它会出业期 几到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今年一整年的表现 这个Home Deport 它是 我们看一下 它今年一整年 它是跟大四 它是稍微跑赢大四的 36.86% 比S&P好一点 然后不过还是低于这个Lovie 可能Lovie增长的速度就比较快 我们明天再来分析 这Home Deport 你们喜欢吗 记得按赞跟订阅哦 谢谢